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首先你要注意的事項 有五點你必須要先放起來想一想 我的情況跟大家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說我前兩份工作都是做有關攝影的工作 所以我是進到一家公司開始接觸有關影像 不然我才慢慢的去接觸這個行業 然後在接觸這個行業之後呢 我發現了有很多問題就是說 另外跳出來接副業的話 我要先考慮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有沒有辦法自己獨立的去做接案的這個動作 當然因為有公司支援你 所以你有案子做 不用去擔憂你的案子什麼時候會來 什麼時候不會來 因為你公司一定都有業務來幫你接案子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以下這些問題 但是呢 你如果正值的工作不做 你想要跳出來做一個freelancer 自由接案者 不管你是做攝影設計 還是任何相關一個行業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目前我是從去年10月才開始跳出來自己做 到現在目前為止也不到很久啦 大概七八個月左右 所以出來說了一堆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你如果說你真的要跳出來做的話 你首先你先要注意你的 你的案量到底可不可以支付你的現階段的生活開銷 因為這個非常的現實 如果說你假設你一個月做一個案子 譬如說譬如說是台幣大概是兩萬塊 你接個案子大概是台幣兩萬塊 我說可能每個人的依照每個人情況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更便宜 有的人可能更貴 這方面呢 他沒有一定的一個說法 可是呢 我為什麼要特地的去談這一點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你想要 出來做一個自由的接案者 你首先先要去想說 你每個月你的收入有沒有辦法去大於你的開銷 你再好好的來考慮要做一個自由接案者 第二點呢 你的作品夠不夠看 我說作品夠不夠看 這個東西是非常的刺人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的作品的不管是品質還是說你認為的一個受眾 能不能去吸引到他們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面臨的一個情況是說 你如果說你是接案的人 是你自己去找案子 你怎麼讓 案子 自己來找你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 如果說你今天你是 要跳出來去做這個不管是開工作室開公司 還是說 單純就是做一個freelancer這樣子 你有什麼魅力可以讓廠商 青賴你 你怎樣讓廠商主動來找你呢 你的作品 再好 再炫 再帥 別人不知道 他們還是不會來找你啊 這個很現實 所以呢 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如果說你擁有 高流量 還是說你用某一方面的 比如說行銷能力 的話 你有可能你可以比一般人 來得輕鬆啊 第三點呢 你的家人到底 自不支持你 這個東西是非常極端的 因為呢 當我去年說 我要離開我之前的公司 我要當一個freelancer的時候 我家人全部都是反對的一個狀況 因為很現實啊 freelancer 他很顧名思義 他就是一個 他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所以 他們 像我 像我有小孩老婆的話 他們必須要為這個東西而煩惱 所以 你必須你要想說 如果說我今天我沒有辦法每個月接到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案子的時候 我家庭要吃什麼 可能連自己都不會溫飽了 我怎麼去照顧他們 所以這個是對於一個自由接案者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不是說 我們看起來非常自由 我們在做我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去 讓我們生活過更好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還好 你如果說你有其他人去要照顧的話 我覺得你必須要去打消這個念頭 等到你有一定的 成績之後 說不定 你在踏入這個 領域的話 會 更適合 這樣子 你有沒有業務能力 因為呢 身為一個freelancer 還是說你自己 獨立出來開工作室的人 你沒有辦法去談 一個上案的時候 甚至到 成案到結案 如果說你 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我覺得 你想要出來做這個 行業的話 會非常辛苦 像我 我目前的話 已經出來做了大概七八個月左右 做了二十幾個案件 其中有幾個案件是因為朋友介紹 有的是我自己找 有的是 他們自己來找我 所以二十幾個案件來算的話 基本上 按量算 非常的 不錯 所以收入也會比一般的 上班族還來得高 但是 不保證未來都是 一定都是這個情況 所以你必須你要想說 Freelancer 他是一個 非常自由的行業 他也是算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工作 形態 所以 你如果說正想要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想 看看 你到底 適不適合 如果說你沒有 業務能力的話 可能 自由接案者 不代表真正的自由 因為呢 你 除了會被客戶 給敢按 之外 你自己 也會因為 自己的 懶散 譬如說 我首先有兩個案子 之後又有新的案子進來 我必須要去排這個行程 可是 這個行程 的 之中 可能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時間 嘎出來 導致說 我可能 一天 有可能要工作個12個小時 14個小時 甚至更久 你有沒有 你這個心態有沒有準備好 就是說 可能自由接案者 不是那麼的自由 因為呢 所謂的 自己的時間 還是說行程 什麼都是 是自己去掌控 你如果說你本身 個性是屬於比較 漫廊中比較懶散的話 我覺得 在這個行業 一開始會非常辛苦 除了 你如果說 真的你可以調整心態 去好好的去 去規劃自己 的任何案件的話 可能你就會非常適合 這個領域的工作 正常來講啊 Freelancer 自由接案者 不管你是 設計 還是說 攝影 做程式的 你們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的案量從哪裡來 對這個 我實在是 非常煩惱這個問題 因為呢 沒有案量就等於說 你沒有錢 當然啦 很多時候 案子也都是 突然來了 他不會可能說 讓你有準備說 我要來囉 我要來 你不會知道 你明天到底 有沒有案子 還是說 你明天這個案子 他到底成不成 還是說 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很多 Freelancer他們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 你不是一個 很會隨機應變的人啊 你可能真的 不適合 在這個領域 OK我現在我有個 辭訣 就是說現在應該快要下雨了 所以我最後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你想要當一個 Freelancer 你覺得 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覺得 我絕對 舉雙手贊成 你跳進這個領域 然後 大展身手 對 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 他比較沒有自信的 去想說 他出來 他到底 會不會 適合這個行業 這方面的資訊真的是比較少 拍了這個影片 想要告訴一些 正想要 踏到這個領域的一些朋友們 對 如果說你們真的打算要出來 自己做這個自由建案的話 不管你是哪個領域 講真的 以上這五點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然後你再跳出來 對然後 剛那個鐘超級吵的 對然後 也快要下雨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山 超帥 然後 應該快下雨了 我是Tomo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老樣子 所以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現在你看到這條路啊 沒有任何一個人 然後聽說這邊有熊 會出沒 所以 我一直在看背後 會不會